走進花蓮施工所 一眼望去 工所人員都繼續穿上原住民族 傳統服裝 這是為了響應八月一日是原住民族日 不只工作人員穿族服 前來洽工的族人 也背起阿美族的情人帶 對 而花蓮市公所的原住民 級公務員共有六十六位 佔全體員工的百分之十八左右 當中就包含了阿美族 泰魯閣族 薩奇萊亞族 還有布農族四個族群 原住民級的公務員 穿著自己的族服服裝來上班 已經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不過就連非原住民族的同仁 也穿上原住民族風格的服飾 除了政府機關 也有族人 穿上族服來參加活動 所以今天呢 我們為了響應這樣的一個慶典 那我們今天所有的夥伴們 都穿著我們泰魯閣族的傳統服飾 八月一日穿族服的風氣似乎在花蓮傳開 無論是公務員還是民眾 都以自己的身份為榮 在對原住民族人 特別有意義的日子當中 用簡單實際的行動 彰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彰顯原住民族 穿族服 說族語 上 這代表 花蓮市 張波董